他挂了一个牌子 你们猜想是个什么材料的牌子 大家猜想 木板 木板 这是正常的一张猜想 对 正常的思维就是这样 要想到是个木板 是个木板 贴上一张身 我告诉你 外面鞋道的机场也成功 你们不是纸板也不是木板 是铁板 所以 这个鞋子是製成的 所以很高兴 你们看 这些人 每个人的手 从背面看 手没有垂手而立 而木板和纸板就挂住了 脖子能扯住 两个手 垂手而立 他们都是手在端着 端着前面都不出来 脱着钢板的边 往上或底下多一点 前面看不出来 为了引进脖子上压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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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 这个 这时候 他们告诉我 另外你注意 他们脖子上 挂的是 八号 在大陆叫八号公司 铁丝嘛 铁丝拴在铁板 就用铁丝来勒你脖子 就是这种残酷的 迫害这些被批斗的人 有一些戴高帽的呢 他们事后 那些领导 有扶植的跟我讲 我说高帽 我说为什么你站在那 不要低头了 就跟他站在 你们看到有个高帽 就是戴的 不能低头 我说为什么 低头认罪嘛 他这里又有两分砖头 两分砖头就冒在这 高帽 你要是把它 晃到晃到晃去掉地下来 你等到晚上 晚上再见 现在是抽嘛 挺立战的 关头那种 就是 有重量 砖头是活的 一动就会掉的 超级 超级 确实 我看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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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 非常高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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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高 大 很高 俗 但 就只有牙齒 或是人们从高中 高中 平方 所以他会想谈论为什么他们都要站直地 我说 为什么他们都要站直地 但他被估认为中原本有两个枪宇宙的枪宇宙 所以他很害怕 他要站在那边 都可以站直到枪宇宙